一订婚的男女真了不起 因为现代的情况 能够保持订婚确实难得 事实上 欧洲注册结婚的人数 一落千丈 每年敢于说 我愿意的人数比17年前 减少57万 然而 阶段时期的人口 却增加2500万 除了以上数据 还有别的更是15前例 由于移民增加 世界各地不同种族通婚的人数 在十年间递增四倍 为此 家庭成为欧洲各国棘手的问题 家庭策略中心强调 并吹出欧洲为家庭定下协议 要关注家庭的权利 以周上的方法巩固 保障与推广家庭生活 同时 要排除逃成家庭的将爱 欧盟国家中 德国 英国 法国 意大利 波南 和西班牙的结婚人数 比率高 但是 只占欧盟总数的 百分之六十七 都会越来越来越来越多的 都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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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 无法